大家好,我是阿剑,做一个温暖的厨师,豆腐是一道普通的食材,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,但是很多人自己在家做煎豆腐,总会粘锅,做出来不成形,今天阿剑就分享一个小妙招,看完保证跟睡觉一样简单,要是不相信,就接着往下看。 首先,准备两块比我还嫩的豆腐,将豆腐给它切成三角形,然后再切成厚一点的片,再从中间给它划上一刀,这样刚刚好, 不仅在煎的时候,更容易煎,而且吃的时候,也更加的方便入口,切好,给它放入盘中, 接下来切点小料,小块生姜给它拍扁,几个蒜子也给它拍扁,然后再改刀,给它切成碎末, 切好,给它放入盘中备用,准备三个青椒,给它去蒂,然后改刀,给它切成碎末片,切好,给它放盘子里面,准备两毛千一根的蒜苗,蒜头,给它切斜刀片, 蒜叶,切好,同样放盘子里面备用,再准备五块钱的瘦肉,先给它切薄片, 再切丝,最后再给它切成末,像这样切出来的,更加有颗粒感,切好,放盘子里面备用,准备一个小碗,往里面加入一勺香辣酱, 没有的话,咱们也可以换黄豆酱,或者是豆瓣酱,再加入一勺生抽,一点点老抽给它上色,再来点蚝油给它提鲜,少许的白糖和胡椒粉,再来点清水,然后给它搅匀化开,我们豆腐料汁就调好了,调好之后,先给它放一旁备用,准备小半碗的清水, 加入一勺土豆定粉,然后给它搅匀化开,调成水淀粉,然后给它放一旁备用,接下来这一步就很关键了,我们来开始煎豆腐,将铁锅四周,给它烧至微微冒烟,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两勺菜籽油,油放好以后,再四周的给它滑动一下锅,让锅的每寸肌肤都沾上食用油, 再往锅里面均匀地撒上食用盐,这样煎豆腐才不会粘锅,然后依次从锅边,用我的左手,下入豆腐, 下入锅中以后,不要着急冻它,给它煎至底部定型, 一分钟以后,你就可以像我这样,闭着眼睛煎,随便你怎么煎,随便你怎么矿, 豆腐都不会粘锅,将底部煎至金黄,然后我们再翻过来,精练一面, 这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,这豆腐非常的漂亮, 然后用筷子给它整理一下,把豆腐两面都给它煎至金黄, 用我这个方法,无论是煎鱼,还是煎豆腐,都非常的哇塞, 煎至像这样,三面金黄, 然后我们给它装入盘中,锅留底油,下入姜蒜, 开中小火,给它煎炒出香味,炒香以后,再把肉末给倒进来, 继续给它煎炒,将肉末给它炒散,炒至肉末泛白,炒香炒散后,把煎熬的豆腐给倒入锅中, 将豆腐给它煎炒,将豆腐给它煎炒, 将豆腐给它整理一下,让豆腐全部泡在汤汁里面, 然后再扣上盖子,给它煮两分钟,煮至入味, 两分钟以后,我们打开盖子,哇,真的是太香了,整栋楼都能闻到香味, 再把水淀粉给它倒入锅中,然后给它搅动搅动,使汤汁变得粘稠一点, 哇,看着真的是太有食欲了,接着我们把青椒也给它放入锅中, 再给它翻炒个十秒,使青椒断生,最后再把蒜苗叶给加进来, 淋上一点小末香油,就可以出锅了,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, 肉末烧豆腐,就做好了,香气四溢,下酒又下饭,将火关掉,出锅装盘,即可开吃, 这样做出来再加上豆腐,比餐厅的还要好吃,口感鲜香爽滑,这样做的煎豆腐, 方法你掌握好了吗?下次做豆腐,一定要像我这样做, 做出来真的是吸满了汤汁,又香又入味,下饭真的是绝绝子, 如果你也学会了,就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,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,咱们下期视频见, 视频的最后,祝大家天天开心,八颗牙齿晒太阳, 所以,就吃下来一些, 香草, 点骨, 水, 骨, 姜, 骨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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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